大家好,这节课呢,咱们就一起来看一看怎么样使用Java来发送一个Post请求 事实上呢,Post请求跟Gate请求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整个过程其实都是一样的 无非就是说Post请求相对于Gate请求来说呢,它多了一个Post请求本身的正文 也就是我们要Post给服务器的内容本身,这个在Gate请求里面是没有的 那所以基于这样一个基本的规则,我们呢对Post请求的操作呢 无非就是说在Gate请求的基础上,再继续想办法把我们Post的正文直接能够附加到请求里面 解决这个问题就可以了,那么咱们呢现在就回到代码这一部分啊 前面我们已经把Gate请求的整个发送操作呢完成了一遍 那接下来呢,事实上啊,因为他们本身建立连接的过程 还有呢,获取响应的过程都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在HP Watch里面也会看到,没有本质的差别 包括这个传输的过程啊,依靠TCP来传输 这些过程都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直接呢,对这个代码进行一下重用 把基本的东西呢,框架先拷过来 新建一个方法 SendPost 好,SendPost呢里边会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呢就是我们的UILS 第二个参数呢就是我们本身的参数的对应的值 好,我把这个两个作为参数传给这个方法 能不写死的地方啊,能通过传参来解决的咱们尽量传参数 因为这样呢,可以保证这个方法呢,可以重复使用 建立连接的过程一样的 设置参数的过程一样的 这个没用的先把它删掉 然后呢,正式发送请求一样的 获取响应一样的 差什么呢 对于Post的请求相比Gate的请求来说 差的就是呢,我们要把这个参数的 值把它想办法附加到请求里边传给服务器 那所以在这边的话 咱们要怎么样能够传递这个参数的值呢 我们会使用到 我们再来看看啊,获取响应的过程 也就是从服务器拿东西的过程 我们使用的是UIL Connect型的输入流 Input Stream 那相反的,我们现在提交Post的请求 就是把内容呢,传递给服务器 而不是把服务器的东西呢 或许给我们自己客户端这边 那么要给服务器呢 我们自然会用到 它的一个输出钮 UIL Connect型的 Get Output Stream 那这个输出钮放在哪个地方才能够正常传输呢 我们把这个东西啊,先剪接 我们生命一个对象 Printer Writer Printer Writer呢 是加往里边写文件啊 或者说呢 这个一个IO的一个标准的对象 我们再写文本文件呢 或者写这个流文件 都可以使用这一个对象 PW好了 好,这个输出钮呢 作为实力化 这个Printer Writer的参数传给它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参数用 调用PW连Printer的方式 把这个参数呢 附加上去 最后呢 再Flash 正式啊 把这个参数传递给服务器 只要添加这三行 这个PW的请求呢 就可以 正式的啊 附加到我们的请求里边了 发给服务器了 所以它相比Gate的请求来说 多的呢 主要是这三行的东西 好 那么这个东西有了 基本框架有了以后 接下来我们就在闷寒书里边去调用它 先把这个Gate的请求备注点 SendPost 地址和参数的值 那么 我们现在呢 毫无疑问需要去找到一个可以发送Post的地方 来做一个测试 百度呢 是没有发Post的请求的地方的 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呢 直接用我们自己的这个服务器 比方说H01或者PHP One的 H01的登录呢 相对来说简单一点 只需要传递用户名和密码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为了测试方便 就直接用H01的登录 把这个操作的参数值和它对应的请求的地址 我们获取到传过来就可以了 打开HP Watch 然后看看啊 这个HP Watch怎么没有在菜单里面了 重启一下浏览器看看 好 有点莫名其妙 录制一下 H01 打开首页的呢 这是Gate请求 这不是我们现在要去关注的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我们要关注的就是点登录以后 获取到的这个Post的请求 好 我们刚才看到一个Post的请求 在这 好 这里边呢 对应的这个UIL地址 就是我们Post的请求对应的UIL地址 把它拷下来 扔给这个CenterPost的方法 好 后边对应的就是一个参数值 这个参数值呢 其实就是咱们Post请求的正文 咱们直接把正文这一部分啊 直接拷贝过来就好了 好 这样咱们就完成了Post请求的一个发送 来运行一下啊 看看效果 那这边报错了 报了一个错误 不能够写 这个输出流到我们的UIL Connecting对象里边 让我们调用SetDoOutput等于处 这个方法 那这什么原因 毫无疑问 SetDoOutput肯定是跟我们这个UIL Connecting的参数有关的 这个 对于这种错误啊 大家碰到了 不用担心 实在不行的话 你一点都看不出任何蛛丝马迹 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的话 你就把这一长串直接拷贝到百度里边去搜索 比方说我们现在来试一下 多少你总会找到一些有用的信息的 OK 那你看这边就有一些异常信息 我们呢就可以知道啊 原来别人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到底什么原因怎么解决的 咱们去看一看就行了 所以不用担心这些错误消息 因为呢 其实之前有很多同学呢 其实看到这种红色的东西呢 就头疼 就不愿意去解决它 收就行了 那当然这个问题呢 就是因为我们这边设置参数的时候 并没有允许它呢 可以接受输出 所以呢 改一下参数就好了 set dooutput 出 默认它是force的 所以我们修改一下 再来运行 OK 没有问题 成功了 successful是什么 其实就是我们H1登录成功以后的一个响应的内容 就在这儿 这就是我们响应的正文 因为响应很很短 所以呢 我们可能感觉没那么明显 但这就是响应本身啊 successful 我们这边加好获取的也是这个响应的正文 没有问题 那为了更进一步确认这个东西是可以工作的 咱们呢再来试一下错误的用户名或者错误的密码 好运行 那这个时候我们期望的响应 比方说这边是密码错误 期望的响应应应该是跟密码错误相关的消息 这就可以了 password 应用案例的 证明没错了 我们的响应或许是正常的 也就意味着这个post的请求是成功的发送给了服务器那边 成功的发过去了的 没有问题 那么作为演示呢 我就只讲H1本身的这一点 大家呢 基于这个过程 完全可以去尝试一下 用这个post的请求去登录 php-wind 那我们同样的需要通过htv-watch来获取到php-wind 登录的时候 它对应的UIL地址 和登录的时候 传递给服务器的post的正文 只要能够把这两个值获取到 同样我们也可以实现php-wind的登录 那么post请求可以实现登录 那回到我们之前分析的 那么发帖其实它也是一个post请求 所以呢发帖我们也同样使用这个post请求去发就可以了 好 基本上到这儿呢 我们通过get请求post请求的一个讲解和学习 就能够有一个实现登录和发帖的一个基础了 那接下来我们无非要去解决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去把这个session给维护起来 从响应当中去找到这个session 然后呢作为这个请求当中的cookie部分 再发挥给服务器 好 这个内容呢 咱们下节课继续来介绍